嗯这个比那个好 而且暖 对 今天呢就开始 就是我们第一期的 美貌综合管理100天了 这是我们赤姿 成本最高的一次之景 能复合我美貌的 整个环境和氛围 这个呢就是我 这个呢就是每一个 想拥有好看时间变美貌的 趁港新人 我又带领大家穿入时间之门 哇哦 美貌是在万长的时间中 一点一点变成的 直接而上 像我们把楼梯的做成立体 都很可爱的 这样上去 然后进入那顺美貌 时间在转动 一天一天滴答滴答 就变美了 怎么样 可贵了 那其实呢 我们就是像画皮一样 有办法可以就是 经过岁月掉落 一点一点的 把自己这个 展现的面孔绘制出来 然后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我们说呀 是不是经常伴美呀 经常搞得很美 就不像自己呀 其实时间长了以后 天长日久的外表美 然后美貌就凝固在你身上 你看它就是一体的 面具长了就长进了肉粒 你就是美的了 有的同学可能了解呢 我本科读的学校 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 那在中国范围内呢 其实强调好看时间 作为超级优先级的 有三大院校 它们分别是北电 中系和广院的播音系和表演 可以说呢 在最早四年的学习当中 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 如何变好看的知识 那包括化妆啊 以太呀 表情管理 如何与人沟通和交流 我们也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了 咱们美貌综合管理的 一百天当中 大姐我怎么觉得你没遇到过 什么美貌的坎坷呀 我还没遇到美貌坷坷 我太坎坷了 你看我原来书里就写 我16岁就开始发胖嘛 就124斤 胖到什么程度 就胖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就是另外一个人吧 那个人能把我装下 然后当时是我爸爸 不是就看不下去了吗 让我减肥 所以我刚刚减肥成功 我就长到 而且我长过两次豆 第二次你记得对吧 在COSMO上班的期间 第一次是我18岁 长什么程度 长到我那头发就在中坟 穿着 就是这样 就这样出去 为什么 然后因为两边都是豆 然后就是用坟也盖不住那种 然后每天都睡着觉 我就幻想着 我早上起来 就我希望我的皮肤能够接掉 换成一个心脸 就到那个程 然后我就走在街上 看到一个人过来 然后他皮肤好 我就想 他怎么皮肤怎么好 我为什么不行 就这种 就已经到了一种 太难了 对 很压抑的程度了 然后慢慢就变好了 后来 然后我就开始 三十三四岁 生育之后 有两个重大的问题 刚治好豆 不几年 然后刚过了一年 两年好日子 然后就开始脱发 然后就这一块 现在看 当时都是白的 真的吗 掀起来是白的 原本就是一块白头发 然后白头皮 然后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定做了两个假发 第一个是那种套头的假发 然后它抓那边 都还特别紧 然后第二个呢 我就织了一个假发 上面有一个发盖 在我顶上 真发 然后就别再整 然后头发就这样 就很多 你那会出个门吗 我戴着假发 就觉得还可以了 但是我心里就知道 这是我的假发 我以后可能就要这样生活了 然后慢慢的 我已经想哭了 头发才有长回来的 真的是 哎呀 敬烛难输 然后再后来就是 睡眠也有问题 因为经常倒时差嘛 经常来回飞 然后就一开始 我还能倒回时差 慢慢的就 凌晨三点钟 我就会突然醒来 然后坐起 然后想着我那些 背景的梦想 就睡不着觉了 然后所以就 皮肤问题 头发问题 体重问题 睡眠问题 你说哪个 没困难 全一个一个一个 都要解决 那是很辛苦 这一路上 就找了各种方法吧 就跟大家听人说呀 然后去尝试啊 然后吃东西啊 睡觉 反正就所有能够用到的 为什么叫综合管理 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秘诀 这个用了你就会变好 从那一天就会怎样 不存在 需要一点点的事 然后慢慢调别 需要时间 需要信念 需要觉得 我不能从此就这样的 就是一种巨大的决心 叫下决心 维持一个好看的外表 才能够对到街 你说这个课 真的是不是 所以这些 对啊 你这些要素 都会在这个课里讲 对不对 我认为有用的吧 还有我试过没用的 还有一个科学道理 和那些道听吐说的 到底什么是什么 尽可能讲给大家吧 所以还是希望 小金鸡同学 作为我们的课代表 也是因为你的人生 美貌刚刚开始了 还有很长的美貌制度 所以塑造美貌要趁早 大家都来报名吧 加油 加油